今天,我们来讲解一下分析数据的技巧《突出》 《突出》就是在分析数据图表的时候,从一种数据里找出最明显、最特别的一项 它可以是数据图表里占比最大的数据项目 也可以是占比最小的项目,或者是一些最不尋常的数据项目 《突出》是一项经常使用,而且十分简单的数据分析技巧 最突出的数据项目,往往也是数据反映的重点或者特征 能够帮助我们最快地分析数据 我们先来实际应用一下《突出》技巧 请看看以下题目,题目为《描述资料显示有关中国支付模式的一个结论》 我们先来分析题目,题目要求我们根据资料,描述一个有关中国支付模式的结论 所谓结论,即是要描述数据反映的征状,以及标志性的地方 另外,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,因为题目指定了要描述资料显示的结论 所以我们必须引用资料,来说明答案的结论 接下来,我们可以马上看看资料 这一支资料是一支圆形图 它反映了2020年中国不同支付方式的占比 包括移动支付、现金支付、太计卡,即是信用卡 借计卡,即是储蓄卡,类似香港的EPS 以及其他,当中占比越高,即是越多人使用这一支支付方式 现在,我们来试试使用突出技巧,来找出结论 刚刚提过,突出即是在分析数据图表的时候 从一种数据里面,找出最明显、最特别的一项 因此,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个圆形图里面 占比最为突出的数据项目 很明显,在这一支圆形图里面 有一类支付方式的占比最大、最为突出 就是移动支付了 2020年,在所有支付方式里面 移动支付的占比达到50% 即是中国有一半的消费者 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做支付的 而其他几种方式,包括现金、太计卡、借计卡 则分别只有13%至16% 占比平均,而且没有其他特别明显的地方 可见移动支付是中国最受欢迎 最多人使用的支付方式 由此,我们可以轻易得出 资料显示中国支付模式 以移动支付为主的结论 同学们,分析不同的数据资料的时候 试下注意当中最为突出的部分 从而找出数据反映的重点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